悲意之相 所以我更推荐给诸位 我们向阿弥陀佛学习 于是我们朝末扩送 我们重新订了一个扩送本 但现在一般流通的扩送本不一样 流通扩送本里面 早晚扩送本里面的精忠 我们现在在生活当中用不上 用不上 学习就很难得利用 所以我们修学精忠向阿弥陀佛学习 我们早困念的经文就采取五量寿经的第六品 四十八月 我们念四十八月的目的 不是以密地尊见阿弥陀佛 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要向阿弥陀佛学习 佛发的什么愿 我也发这个愿 我的愿发不出来 对佛的愿呢 把我的愿也引出来 引发出来 用意在此地 我们跟阿弥陀佛发同样的愿 我们跟阿弥陀佛是同样的心 心同佛 愿同佛 我们走过目的在此地 阿弥陀佛是我们的榜样 是我们的电线 我们照着这个模样来塑造自己 把自己造得跟阿弥陀佛一模一样 不想想哪有不往生的道理 完括 我们选择《无量寿经》三十二到三十七品 这个六品经文 这段经文里面 非常详细地交给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应当以什么样的态度 去对人